龙家大小姐龙苏 在陈小狗的身上 看到了当年陈老狗的影子 可以说是心仇旧恨 各种情感都纠缠在了一起 也不打算再让眼前的陈小狗活命了 同时释放出了十几只藤骨鹰煞 是要把陈小狗撕成碎片 这种变异的小鬼 一妖一虫十分的阴毒 接到主人的命令后 嗷嗷怪叫着 就飞扑向了陈小狗 陈小狗虽然脸上显得沉稳 但是内心早就紧张了起来 刚才那一吃 就让自己吃了不少的苦头 此时一起冲上了这么多 真的打起了万分的小心 于是他抽出了一根双头的关钉锁 要说陈小狗经过几次生死之后 功夫是直线上升 一根关钉锁捂得是水泻不通 身心灵活地快速转动着 一时前还真没让那些小鬼讨到便宜 逐渐控制了局势后 小狗开始了反击 战场上胜负还真难说 但是这些小鬼杀气太重 身体也早就如昆虫一般 就没了痛觉 生命力顽强到了极致 刚被击倒一翻身又攻了上来 陈小狗不赏 知道自己的精力有限 这么打下去 稍有怠慢那就有性命之用 于是他没有练战 关钉锁一甩击退一波后 转身就朝着洞穴深处跑去 陈小狗知道 要消灭这群小怪物 只能分散开 逐个击破 杀 杀了他 果然 小狗这一跑 龙苏就以为他是不敌想逃 这哪能放过他呀 一挥手便下令 让这些小鬼追了上去 所以这群小鬼兜着小狗的屁股 就追了上去 小狗 又一个敌人出现在前面插洞 小狗的速度还是稍快一些 可刚跑了没一会儿 就发现 刚才不知所踪的赤龙 突然出现在了面前 赤龙大哥 那边交给你了 好 原来赤龙刚才感觉到 有新敌人在靠近 这才上去查看 发现踪迹后 回来告诉小狗一声 但小狗现在不敢分心 只能让赤龙先去抵挡一下 赤龙刚刚消失 冲在最前面的鹰煞 已经到了小狗的进前 单纯的逐个攻击 陈小狗应对起来 可就自如多了 关钉所一甩 就见当先冲上来的鹰煞缠住 猛地朝自己的方向一带 一脚就狠狠地踹了上去 见鹰煞被自己一脚踹得有些迷糊 陈小狗手腕一抖 将它猛轮了起来 狠狠地往地上摔 就算这鹰煞的生命力 再顽强 这一下也被摔得爆了僵 小狗手中的黄斧 快速地打出 那鹰煞瞬间就燃烧了起来 可没等小狗喘口气 另外一只鹰煞 也猛扑了上来 小狗不敢硬碰着毒 忙一滴身体 躲避了攻击 同时手中的关钉所一甩 就绕到了那鹰煞的身上 然后用力一拉 又猛地踢出一脚 强大的脚力配合着关钉所的收紧 一下就把那小怪物给拦腰切开了 顿时 深绿色的血液就喷了出来 再寄出一张黄斧 这只鹰煞也被消灭了 可是石洞中那密密麻麻的爬洞声 又响起了 为了拉开距离 小狗忙着又向洞穴伸出跑去 边跑 他边注意着鹰煞的动态 小狗往前跑了一阵 分开了鹰煞的距离 然后抓住机会 就向冲在最前面的鹰煞下了手 这办法虽然消耗体力又麻烦 可是却是最安全的一个办法了 陈小狗引着这群鹰煞是越跑越远 咱再说龙苏 他对自己的腾骨鹰煞 十分的有信心 这么多鹰煞同时追击 就算小狗有三头六臂 也会招架不住的 所以刚开始鹰煞追过去 他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可随着鹰煞的深入 他的笑容慢慢地消失了 作为饲养者 每一个小鬼的消亡 他都能感应到 混蛋 混蛋 竟然杀了我这么多鹰煞 当那十几个小鬼只剩下了三四个时 龙苏抱走了 强烈的愤怒让他的脸都变形了 我要拔了你的皮 为我的恶灵吃 他愤怒地行着那股感应 向鹰煞追去 他恨得要死啊 一心想着再见的小狗 一定要将他抽筋扒皮 是吗 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正当他骂骂咧咧地追下去 不足白米时 突然听到耳边 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 真当小爷我是软狮子吗 龙苏惊得忙着软头看去 就见出生的正是陈小狗 此时 他猛地从洞壁窜起 手一挥 一道进风直扑了过来 龙苏本以为小狗在前面 哪里会想到 他竟然出现在这里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一点寒星就已经射到了面前 龙苏本身的功夫并不高 依仗的就是 自己饲养的阴邪小鬼 再加上小狗的突然袭击 他根本就躲避不过 背着关钉锁 积了个正招 老太婆 你变得更美了啊 其实小狗 并没有全部杀死那些 最后一只 他用关钉锁绑住了 为的就是吸引这老太婆追来 说 龙家还有多少人在洞里 当然 陈小狗并没有击中 那老太婆的致命之处 别想从我嘴里 得到任何消息 臭小子 可他不知道 这老太婆对自己的年龄和容貌 是最在意的 在他脸上滑了一条大口子 不亚于要了他的命 接连的侧忌 也是彻底激怒了他 此时 他是什么都顾不上了 疯了一般地做起了反击 只见他手一挥 一枚黑色的紫色肉卵 就扔下了陈小狗 这肉卵见风就涨 而且很快 就要破壳而出了 可他哪里知道 陈小狗早就料到了这点 刚才路上遇到了一个遗落的背包 他从里面找出了一张防潮毯 此时见到老太婆的后手 忙得一把将毯子扔了出来 包裹住了那肉卵 有了这张防潮毯这档视线 龙苏还没有反应过来 陈小狗就一脚猛地踢了过来 这一下可好 那巨卵瞬间就踹碎在了龙苏的脸上 黄黄绿绿的枝叶顿时喷溅开来 因为有防潮毯的遮挡 那些毒液并没有喷溅到小狗的身上 而且小狗这一下力道极大 龙苏顿时就被踹出去了六七米远 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 我不知道你我爹当年发生了什么 陈小狗知道 苗江法师用的是邪术 一旦被迫就会遭到猛烈的反噬 而刚才龙苏记出的应该是他的本命灵 此时他遭受到的反噬一定是致命的 为了龙梅 我借一声畏曲 蛇蝎心肠的你根本就不配 龙苏无力地倒在地上 身体迅速地变成了青紫色 小狗慢慢地走到了他的跟前 冷冷地给着害了无数妇女和婴儿的疯婆子 身上撒盐 果然陈小狗的话音刚落 龙苏的呼吸就气负得厉害 陈老狗 龙梅到底哪里比我好 我的一生只有两个念头 要么亲手杀了你 要么死在你手里 我 我不甘心 龙苏饲养的本命灵 毒性猛烈 他的话还没说完 身体就快速地融化了 渐渐地化为了一滩浓水 怎么放下刚闯过一关的陈小狗 再说说石洞深处 靠近大阵的另一个插洞之中 又一个人被吸干了鲜血而死亡了 但是龙家那吸血的红袍男子 似乎还有些意有未尽 这已经是最后一批血奴了 你还不打算出手吗 原来满地的尸体 都是龙应凯之前 为这男子准备的血奴 专供他吸血用的 急什么呀 他不是还有些距离吗 可再这么下去 龙家个门的门主 就要死干净了 其实龙家为了杀死陈小狗 五大门的门主都进入了石洞 但是因为大阵感应的问题 他们一直想在大阵跟前杀死陈小狗 所以一直逼着他往大阵的方向走 废物 留着也没用 可是接连的势力 让龙少爷有些沉不住气了 特别是见到陈小狗 走三步推两步的样子 便派了两个门主去逼他一下 没想到 因此让龙苏丧了命 另外一个门主 也被仙家山的人发现了 他到了大阵 我自会出手的 你 那血骨王大人 显然不是擅长 吸干了最后一批血弩后 又独自离去了 龙家少爷 知道自己管不了他 也只能暗自憋气 少爷 那些血弩的尸体能给我吗 当血骨王离去后 一直蹲在暗处的 另外一个人开口了 嘴边你 五门主有闪失的话 你立马去把 仙家山的小子抓回来 这本就是小事 龙少爷连仙火的生命 都不在乎 还会在乎这些尸体吗 再说 现在有另外的事情 让他担心 太好了 我等了好久了 那人显得十分兴奋 从石头上跳了下来 两只手 如同跳舞般变化起来 口中也是念念有词 起 突然 只见他眼中红光一闪 两只手 同时摆出生起的动作 并且大喊了一声 接着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那些倒在地上的尸体 竟然一个个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走吧 让我见识一下 传说中的仙家山 到底有多厉害 看来 他能熟练地招魂控尸 能力真的非同寻常 放下龙家人不提 再说说一路追踪新敌人的赤龙 此时 他来到了另外一个插洞之中 出来 你还是那么话少 知道自己被赤龙发现了 那神秘人也不再躲避 一点点地显出了身体 那是一个全身都隐在白袍之中的家伙 但是听他的话 似乎与赤龙很熟悉 什么人 那人一现身 赤龙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一是那人能漂浮在空中 应该也是一个灵体 二是那人的声音 有几分熟悉 你已经把我忘了吗 真是让人伤心哪 那人并没有回答赤龙的问题 而是哀叹起来 那语调低沉婉转 像是细许念白一般 亏我这么多年 还一直记挂着你 赤龙此时已经被那人的话 勾出了心思 那人的语调似乎有种魔力一般 让赤龙的眼前一阵阵地发黑 你是白 接着赤龙就发现 自己似乎置身于一个 无边无际的巨大黑暗空间之中 噓 我不再是了 你心中的那个我 也死了 对于赤龙脱口而出的话 那白炮人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定 语气变得更为爱晚了 你不是他 你到底是什么人 赤龙猛地反应过来 他怎么都不相信 眼前的人会是白生 他更愿意相信 眼前这不过是龙家那些邪术师的阴谋 这么多年了 我已垂木老去 而你还是偏偏少年 可是别人真的可以假装出百声的一举一动吗 这不公平 所以我不想再做凡人 我要摆脱命运 与你一样完美 听着那哀碗的声音 赤龙觉得自己的脑袋越来越迷糊 越来越迟钝 以至于对方把手伸到了他的面前 他都没有反应过来 突然 一道刺眼的光芒从那人的手掌上发出 那光芒直直地射到了赤龙的胸口上 而赤龙好像呆住了一半 直到胸口处传来一阵冰冷的刺骨的剧痛 他才清醒了过来 赤龙的眼睛也猛地睁大了 那股眩晕的感觉也散去了 然后赤龙就发现 身边的黑暗空间 似乎以一种极其怪异的方式扭曲了起来 接着 他又一次回到了山洞之中 可是 还没等赤龙从这空间变化中缓过身来 就感觉自己的胸口一阵的剧痛 剧烈的疼痛 让赤龙的腿一软 险险瘫倒在地上 他能感觉到 自己身上并没有什么伤口 可是 却像有一只大手穿过了皮肉 直接抓到了自己的心脏上 再用力地揉捏着 被伤心恶的感受 不好吧 果然 那神秘人的攻击方式是特殊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恐怕是赤龙为数不多的主动说话的状态了 因为眼前的神秘人实在是让人琢磨不透 我说过 那个我 已经死了 这神秘人给自己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但是却又有些陌生 现在的我 不会再像以前 只会偷偷地伤心 因为 我学会了 很利 而且他的话 也越来越让人迷惑了 说着 那人又伸出了手 赤龙已经猜到了 这人绝对不是百生 看到他再次伸出手时 便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我只会伤别人的心 狠狠地伤 可是那人手中凝聚的力量 始终没有发出 变化的 只有他那奇怪的手势 让别人也尝尝这种 追心的滋滋味 可当他的手 在半空中握紧的那一刻 赤龙就感觉 有一种奇怪的感应发生了 那种感应 建立在那人的手 和自己的身体之间 那种牵连 诡异而飘忽 一瞬间 赤龙就感觉 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吸下了自己 很快 一股钻心地疼痛起来 那人握在半空中的手 就像是抓在自己的身体上 一股强大的力量 牢牢地禁锢着他 这味如何呀 伴随着那人挨腕的声音 那股强大的力道 在不断地增加着 赤龙就感觉 自己的骨头都要被捏碎了 可是他却怎么都挣脱不开 更可怕的是 那抓住他心脏上的大手 也在用力地收缩着 解决筹 不断地增加 那股东西 有什么词